有什麼用的 就是電視櫃 衣櫃這些 草堆中的廢棄物 五花八門 用木板破碎的流理台 還有破玻璃 各種營建廢棄物 一看就知道招人惡意請到 中正區條兒街轉運站旁的雜草空地 目前招不法業者惡意請到失業垃圾 環保局警察區隊 在浮明街一帶 發現路旁 暫時放置大批的營建廢棄物 發現一輛貨車行跡可疑 將廢棄物站往調合街 進入草叢之後就依賴到 本案是本局警察員在巡檢的時候 發現路上有不明廢棄物 之後蹲點發現有不法業者 到現場載運 隨後我們全程跟肩 到轉運站的附近 我們發現有很多的廢棄物 為了避免不法業者找藉口脫墜 警察員不動聲色 全程錄影搜證 並通報警察局 要求車主限期檔案說明 車主檔案之後坦承 事發當天 確實有非法棄置事業垃圾 如果我們 有時候我們會上前即時去攔阻 但是他業者有時候會反應說 我只是綻放 馬上要把他載運走 但是這樣的話 我們搜證就非常不容易 我們把影像移送警察局 到時單位一會侵法 27條41條46條移送檢方 環保局提醒違反案道 行為人除了要承受高額的法金之外 另外警察局移送刑罰的部分 最終還未面臨5年以下刑責 呼籲民眾不要以身釋法 記者黃少民記錄報導 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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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病